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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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新手没有新访表决权 而在新访改选前 却先把新访股票陆续卖给新光医院 疑似让新光医院可以投票 支持新访 稳定新访经营权 但没有证据可证明此动机 因此只能判位疑似 经管会进一步指出 新售在采购内部规范也有欠周延 以致有高比例采购案件采专案核定的例外方式办理 且牵绊采购案件多处疏漏 未确实执行锁定内部控制规定 资金运用部分 发现新售出售股票 有未出具投资评等未卖出的个股报告书 详实分析卖出的理由 交易决策基础未妥适 且对股票异常大量卖出或买进无适当控制机制等缺失 金融资产评价程序部分 新售已定有金融资产评价作业程序 检查却发现有债券评价的作业与锁定内规不符 电话行销也有缺失 金管会表示 检查发现新售的电销人员未依规定于要保书亲自签名 也未记载登录字号 违规事实明确 收费作业缺失部分 新售金办业务人员未依规落实审核信用卡授权资料正确性 系统未服以对同一卡号授权资料进行比对的管控 而导致发生同信用卡卡号持卡人姓名不同的情形 金管会表示 整体来说 新售有资金运用 核保审查作业 出售子公司股权 连贷案不动产见价 货币避险 电话行销招揽 行动装置程式控管 圆码扫描作业 SWIFT 系统业务 受信作业程序 国内股票委外操作绩效衡量 委外作业 自行查核作业 集合单位查核作业 业务单位内部控制等多项缺失 认为此有爱健全经营之余 因此金管会今天决议何处新售罚还600万元 急于以16项纠正 并限制该公司2年内不得已盘后定价及巨额配对交易方式办理利害关系人发行的股票交易 金管会呼吁 保险公司以公众资金办理各项资金运用或投资业务 应依保险法令规定建立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执行 且需依法令变动情形修正各项作业规范 以发挥内控制度设计及有效执行 同时 保险业应确实依保险法相关规定 依业务性质及规模 按内部牵制原理订定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执行 并应强化公司治理及法令遵循机制 以保障保护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请至聚恨网 连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